國民黨前立委張慶忠今年推牌 斥指張志倫角逐立委身世看好 不過卻被週刊爆料 張家衛在新北市中和的拓天座 竟然是違建 不但頂頭加蓋 還被當成高爾夫球的練習場 新北市府卻是視而不見 志倫是新北市第八選舉 台灣跟美國的會計師 會計師張志倫繼承父親張慶忠的 爭執一波代表國民黨參選 新北市中和區的立委大位 未來專業的會計師進入立法院 為大家看守核包 還來不及發揮會計的專業 張志倫就面臨建築專業的挑戰 根據金周刊的報導 一名中和居民指控 他父親張慶忠位於中和的透天座 是家上議員 頂樓加蓋成高爾夫球練習場 是個大違建 儘管用綠色的擋網包覆 但金周刊直擊 裡面有模擬高爾夫球場的人工草皮 還有標示國嶺球洞的小旗幟 以及模擬推桿 還有具有坡度的軟墊等裝置 爆料居民痛批 這是新北市最扯違建 金周刊於18、19日連續兩天直擊 張慶忠的長子張瑞鼎 一早就拎著高爾夫球去出門 推測他十分熱衷高爾夫球 張家可能因此再打造出一座 空中的高爾夫球練習場 對此張志倫今天也回應 這違建不是他的 而且是民國85年之前的寄存違建 但為了平息爭議 他會故宮拆除 對於違建爭議 前立委張慶忠兒子張志倫 今天上午已經請工人拆除 並且呼籲賴清德藥比招辦理 張志倫表示 這個違建不是他的 呼籲選舉不應該禍及家人 喪失任性 何況這是民國八十年新建的 早在新北市政府的寄存違建緩拆期限 痛批政治勢力刻意誤導 張志倫同時呼籲副總統賴清德 應該為名表率 拆除老家豪華違建 看到別人家狗狗很可愛 就可以把牠拐走了嗎 當然是不行的啊 對啊 就你看新北市烏來老街上的一間餐廳 養了一隻電狗叫做妞妞 沒想到顧客竟然趁著店家不注意 就把狗拐上車帶走了 而警方獲報之後 釣魚的監視器 很快抓到了這名妾姐 也順利讓妞妞回家了 11月7日上午八十序 新北市新店去烏來老街上一家 開業60年的和菜餐廳 發現店內養了9年的店狗妞妞 突然失蹤了 警方釣魚監視器 發現店狗被一名男子開車載走 警方已抽追人 9日下午五十序 巡視在山區一處空屋 聽到狗叫聲 順利在二樓發現妞妞 犯前自稱想要把狗帶去配種 才會將牠拐走 訊後遺盜竊罪喊送偵辦 本所於接獲民眾報案指稱 其煥養之犬隻走私 協請本所協群 按經本所釣魚監視器後發現 該犬隻細召一名男性竊群 於鎖定車道後 研判犯嫌因人在北宜路山區一帶 所以立即前往查找 後於北宜路山段發現該部自小客車 聽於空屋旁 同時於二樓聽聞犬隻叫喚聲 所以通知房東及零星犯嫌到場後 當場於二樓發現招竊子犬隻 全案一切到罪 喊請台北地檢署偵辦 好 再來呢我們來看到的這一張照片 小鮮人看得出來這個包包裡面是什麼嗎 狗喔 對 它是一隻哈士奇耶 好可憐 可是你應該看得出來 其實哈士奇它已經是長得蠻大隻的了 所以它被塞到這個包包裡面 它整個就是感覺已經被擠到一個不行 而且好像沒有辦法呼吸的感覺 那這個畫面呢其實真的非常的殘忍 也被後面的騎士拍下來 氣得說呢這根本就是虐狗吧 一名網友在迪卡上發文表示 路上騎車看到前方騎士 把哈士奇裝在窄小的包包裡面 這樣狗狗可以呼吸嗎 這樣算是虐狗吧 狗狗看起來是完全不能動 而且這位騎士一路飆車 感覺狗狗應該嚇死了 這篇文章引起網友熱議 許多網友表示 這名擋車騎士不止一次被發現 把狗狗塞進寵物背包 高雄動保處表示 騎士的行為已經違反動保法 最高可處七萬五千元的罰還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好消息 也就是周返凡和樓俊碩周翁 七年終於傳出了要結婚的消息 他答應了男友的求婚 而獲得各界的祝福 近日他也PO出了四川婚紗的照片 火辣指數破表 交返凡20號試穿婚紗 在IG分享試穿照 只見他穿著一件淡灰色的細肩帶低胸婚紗 上半身幾乎透視 布料上繡著精美的花紋 巧妙遮住美胸 但風滿半球卻讓深邃視野線一覽無遺 同時也凸顯出纖細的腰部 而他露出甜蜜燦爛的笑容 渾身散發新嫁娘的喜氣 樓俊碩被問到結婚後 有覺得不真實嗎 他想了一下說 沒什麼太大的感覺啦 不過有嘗試照老公跟老婆 婚期也還沒有決定 先以賺錢為主 不過雙方家人都同意 也在討論 已經在挑日期登記結婚 至於生小孩這件事 他坦言還沒準備 一切順其自然